晉寶如果在我那個年代 他覺得害我害我也不行 欸不對了 他有可能會害Selina 他喜歡長頭髮的 你幹嘛 被記憶到 SHE的20歲 掌聲鼓勵 謝謝 祝SHE20歲生日快樂 給你自己 即便就算 欸誰來了 誰叫我MOREA 好 喂 嗨 有姊姊就有梗 Ella九位先生記者會 正好剛過9月11日 SHE成軍20周年紀念日 Ella大方分享 三日當天寢生的感動 過生日這段日子 其實蠻可怕的 我看到那些曾經的過往 我真的是很害死 我真的有絕對人過去 我以前怎麼會這麼瘋 這麼厚臉皮 而且長得這麼帥 現在也還是很美 我其實有送他們花 然後我上面寫說 我們的20年是我的一輩子 我們各自都幸福 希望我們的幸福可以吃到油麵 我們沒有特別的大死請住 可是我們就是想要 只要三個人在一塊 所以我們就三個人吃飯這樣 真的就是分享了很多最近的情況 然後就講的講的就是 想到過去的一些東西 然後也是講到會哽咽啊 最後因為就是餐廳差不多要打藥了 所以我們就去附贈家裡面 做一做然後聊天 然後也是繼續這樣子喝一下這樣 然後聊著聊著 真的是又哭又笑的那種 然後就覺得 哇我們怎麼會這麼愛著對方 就覺得非常的幸福很美好 我們目前才開個直播啊 也沒有想到耶 因為可能喝太棒了 如果這種時候開直播 就會變成災難了 不剛好 你們三個人PO出去的照片 我先選好了 沒有耶 你知道我們三個超有默契 我也被歌迷嚇到 就是 他說我們三個人發照片的順序 C位的位置剛好是SHE 我真的沒有想到耶 我只能說 這一切都是甜泥 一切都是 好老喔 三人二十年感情不變 是說受到疫情影響 至於假日日子 Ela與老公賴姐夫的感情 卻起了變化 我必須好好誇讚一下我先生 我覺得靜寶能夠成為他的小孩 實在太好命了 因為他爸爸覺得說 靜寶現在就是沒有上學 所以他想要跟他很要好 就請他來我們房間睡 他整個變成地表最小的小王 他硬生生的把我老公搶走 那為什麼我沒辦法跟他睡 是因為靜寶睡覺的時候 太會翻了 所以呢 我就只好去他房間睡了 後來呢 靜寶就成了我先生的室友 三個月 然後這陣子我跟你講 靜寶換了一張床 然後他就覺得 所以他房間變得很舒服 所以他就回去睡了 他有沒有多一些激情啊 你說激情啊 好像 有啦 靜寶回去睡以後 欸 我們就久違的來了一下 就是我前幾天幫他洗澡 我就跟他一起洗 他就說媽媽你怎麼沒有鼓鼓叫 男生有的那個 我說這就是男生女生 不一樣的地方啊 我就裸體的跟他說叫了 我就跟他說 這只是生理上的不同 有些男生他雖然有鼓叫 可是他面前可能處理 一個女生的靈魂 所以沒有一定男生就是怎麼樣 女生就是怎麼樣 但當時我是裸體 在上這個健康教育課 好啦 謝謝大家 結束了喔 不要再跟Ella聊天了 她不會停的 拜拜 不好意思我話那麼多 讓妳蹲得很累對不對 好啦我等一下請妳吃胡椒蝦 然後 我煮我煮 麻油胡椒蝦 沒有沒有 誰會帶那種東西在身上 我上班還帶東西出來 好久不見 怎麼樣 男生 か 咬 吶 OK 比